就是那個國總長發他的那個聲明說他要退選 那你認為說郭台銘要退選了 一如預料 對 那想問說那這樣的話你認為還有 藍營還有機會就是 他這個支持者是可以拉回來的嗎 郭台銘的支持者 當然要拉回來啊 郭台銘支持者本來就藍營的啊 這是經濟藍比較多嘛 支持郭台銘的一定是經濟藍嘛 那你自己說經濟藍要支持侯友宜 趙好康 還是要支持這個柯文哲嘛 對不對 柯文哲有什麼經濟藍的建樹呢 也沒有啊 記得嗎 五大弊案搞什麼 搞出什麼下場來 對不對 一個大巨蛋好好的八年荒廢在那個地方 都是名子名高 多可惜啊 對不對 所以 經濟如果靠柯文哲那就完了蛋了 所以呢 既然這個 郭台銘的支持者經濟藍比較多嘛 那當然支持我們這一組 那你剛才有講到說柯文哲這些 大巨蛋這些問題 那目前因為想好就是主要供 柯文哲這個弱點嗎 還是有供其他議題要來打柯文哲 不會供柯文哲啦 基本上柯文哲不是主要的目標啦 民進黨才是主要的目標啦 柯文哲就是 你也不要過分嘛 對不對 你如果不講說 好有一些鬧場 我也不會講這些啊 那就是 可能大家各自努力嘛 那柯文哲的支持也是我們要爭取的 但是呢 這個賴清德的 這個民進黨才是我們要這個全力猛攻的 董事長想請教一下 因為 因為 你剛剛有提到說 努力到最後一刻 最後公敗垂成 那您昨天有看昨天的那一場 三方的一個會議嗎 因為 今天柯文哲有道歉說呢 他昨天是一個鬧劇 但他認為說 這個侯友宜這邊是 抱著踢館的態度來 您認為呢 我不認為 昨天我當然有看啦 因為我在TVS主持啊 全程在看啦 喔 你自己想想看嘛 你先設一個 好吧 設一個宴 好不好 這個宴 看起來宴無好宴 你就請侯友宜一個人來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已經滴滴咕咕搞了好多天的在一起 你們想些什麼 侯友宜會 一定不知道嘛 一定會緊張說 你們兩個 怎麼回事 還要到你家去 到你家就是主場優勢嘛 所以侯友宜一定不肯嘛 你也不肯啊 任何人也不會肯嘛 然後就會說 那你就到馬辦嘛 而且上次就馬辦嘛 那這次還是馬辦的 馬英九再怎麼樣 你看 他也 休養很好 也當過總統也不肯跟你 跟你這個偏頗嘛 那他們就不肯啊 兩邊就僵持在那個地方啊 後來就挑了一個軍樂 對不對 那挑了一個軍樂 但是 你看那個狀況 賴培俠也去了 對不對 黃三生也去了 幾乎他們的人都去了嘛 然後我最 最看不慣的 最不喜歡的 還搞兩個宗出來 你這個算什麼東西呢 太low了嘛 對不對 這麼大的人了 都有那樣的地位了 一個首富 一個當過台北市長 靠兩個宗在那邊幹什麼東西呢 就好像逼人家 你看那個宗已經在到處了 你來不來 很不好啦 所以鬧劇 鬧劇是 郭跟柯搞車的鬧劇啊 跟侯有什麼關係 跟馬有什麼關係 跟豬有什麼關係 他們只是去 應邀去參加而已嘛 而且侯友宜 你們有看到那個 柯文哲給侯友宜的簡訊 侯友宜說我們要請馬英九來 柯文哲說歡迎馬英九來 歡迎馬英九來 他歡迎的啊 歡迎又要趕人家這算什麼呢 所以整個喔 就是 真的很荒謬啦 但是就是忍耐嘛 我想堅持白忍 100個委屈都要忍耐 就是希望能夠合嘛 那 所以你整個看起來 我認為是 郭跟 柯設了一個局 要侯友宜去跳 一定想說一定是這樣子嘛 一定是設了局 然後郭說 我都可以不登記了 侯你就多負責吧 柯做正的吧 一定是這樣嘛 柯文哲說我們兩個這樣講 我是比較有可能勝選的 那個話從來沒有變過 所以我覺得整個 柯文哲 那個侯友宜哪去踢館 不去的人罵他 開始的時候侯友宜不是在那個在馬辦嗎 然後 郭科 從郭甫轉到君悅去 那時候侯友宜還沒有要去 網路上很多人在罵 這個 侯友宜啊 說膽子那麼小 小鬧鬧 連去都不敢去的呢 去又叫做踢館 不去叫做鬧鬧 對不對 想些什麼 算了算 這已經過了 今天大家拚嘛 對不對 往前衝 往前拚 看誰能打贏這場仗 這個很抱歉讓各位媒體 甚至在看 直播的全國 朋友 抱歉 其實今天應該是一個很嚴肅的日子 你知道 我是帶著 成藝來 會希望說 再能夠整合出 一組最強的獲得人 因為畢竟我們 政黨輪曆還是很多人的期待 所以我的 我從頭到頭的邏輯都一樣 應該用最強的組合去打贏非常全戰 那 不過今天不管結局怎麼樣 我們還是尋求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們一定會完成政黨輪定 我也謝謝郭總今天的多時間 也謝謝今天在場的所有各位 謝謝 其實薩芳兄 也不需要人推薦 我跟薩芳兄本來就非常的熟悉 而且我才看他的正面節目 很多的論述 有憑有據 而且他既惡無所 對國家意識的觀念非常的清楚 做人 乾脆 明瞭 誠信 勇往直前 這是我最敬貼他的 其實我那時候第一想說 薩芳兄他會被答應 我想不太可能吧 他每天那麼吧 而且他離開 制度間這麼久 家裡的反對這麼久 怎麼可能 其實我是姑且一心 所以薩芳兄其實他是很猶豫的 所以我要在這裡特別報告 這一次其實是我自己 找薩芳兄的 沒有任何人推薦 是我自己 所以沒有幾個人知道 這兩天 他才下了一個情形 所以我特別跟 各位做一個說明 尤其我特別在這裡強調 未來我們當選以後 我們照副總統 絕對不是一個 所謂的 對位演手 他一定是 在副總統的前者底下 更重要的 在很多他的專業 不管 外交 兩岸 國華 甚至包括很多的內政相關的議題 他一定會查你 也有很多的保護意見 讓我們國家 在很多的走向上 我們兩個並肩作戰 能夠穩定的 讓台灣這塊土地 能夠平安 人民可以過一個好日子 所以特別在這裡 謝謝薩芳 我們一起並肩作戰 迎回 中華民國 迎回台灣 謝謝 基本上就是說大家也知道 我其實從事媒體工作很久 那我對於 當官其實 真的興趣不大 大家可能不知道 馬英九總統 曾經邀請我擔任行政院副院長 但是我婉拒 他一天打了六次電話給我 金普仲還約我 見面 反正就是他們很熱心 但是我還是婉拒 所以我並不是那麼 熱衷說要當個官 是不是 要當官的機會很多了 但是我都拒絕了 我覺得從事媒體很好 我也很喜歡 也是從事這麼久了嘛 但是因為現在情況真的不一樣 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是 零為壽命 救亡屠存 我覺得 國家面臨到這樣的情況 兩岸面臨這樣的情況 我們的 下一代面臨這樣的情況 真的是要救台灣 出來就是救台灣 所以 這是為什麼我覺得 可以把其他都放下來 所以剛剛有 朋友問我說 將來我的節目怎麼辦 節目通通停了 今天TV就停了 廣播是因為 預錄了一些訪問的 輸啦 主要是輸 我覺得 訪問人家不播也不好 可能下禮拜會把它播掉這樣 那就 其他 節目通通停掉 但我很高興去 接受專訪 我去做來賓 什麼 現在已經一大堆媒體來邀訪了 這我是 我覺得蠻願意去的 我就盡量跟大家溝通 大概是這樣 所以媒體部分就是 我不會主持任何節目 不會持中國董事長 中國董事長不必持的 我們一切都按照選霸法 當選以後就會持了 就是說你正式去就任黨職或公職 你需要持 但是我現在只是候選人 所以不會持中國董事長 但是 不會主持中國的節目 我不是估自己的 我不會主持人